那 就是 大家可以從根管裡面看到 Excess Cavity裡面看到 就是還是沒有很清楚黑黑的 但是 這個地方DG10戳下去 它有卡住的感覺 所以這是它的開口 然後 所以我們 用這個10號的file下去 然後 然後 轉Watch Wine的手勢 然後如果轉到有點緊就不要再硬轉 就是 順時針這樣抽出來 就是 一般來說我們的 file是順時針往下轉 逆時針往回抽 對 然後 如果真的是最緊最緊的那種狀態 就不要用順時針抽出來 因為順時針抽出來 我們是希望可以邊 邊刮牙齒 邊把齒幣這樣 的東西帶出來 那如果是你真的卡到一個地方 卡到一個地方已經超緊了 你就不要用順時針轉出來 你就用逆時針退後 不然 不然我會斷在牙齒裡面 對 那其實像這個狀況的話 這根牙齒的長度 大概file會放到這裡 欸其實在門牙的時候 file不容易斷 但後面如果大家在做到Molar那些的時候 它的根管如果是越彎的就越容易斷 那因為門牙或前牙這些都是 直的根管 對 它只是它現在這個Orifice的開口比較 細 所以它其實還是有點卡卡的 那其實大家在做的時候就是 到達根間的時候 其實牙根會看得到那個 file 為什麼不能用Drill直接把它灌通 欸 待會要講一下Drill的用法 對像這個牙齒 它是屬於比較蓋化的 所以它的上面開口很小 那這種時候我們就要 用Drill把它的Orifice做得清楚一點 因為像剛剛的 示意圖裡面它 理論上底下看起來應該要是 黑黑的 不過它周圍都還有一些刺激 那這個時候我們找到開口之後 就要用GG Drill 大家買了一個東西 叫GG Drill 對就是那三根Drill 然後 一般來說要怎麼使用的話 是看你要用State Bag 還是用Cromed Down 那通常我們像找不到的時候 我們就是用Cromed Down 那一般就是從 Cromed Down就是從大用到小 所以我們先 牙膏開口也沒有很粗 先用2號或3號的部分去 往下試 那它的幾號是看上面 GGG Drill上面有刻度 有一條線就是1號 然後兩條線就是2號 那1號的話它的 最寬的那個 直徑的話是0.5mm 就相當於一個50號的File 然後 然後GG Drill的用法 它是側面有切削力 然後尖端是拿來讓你看 探索的 那其他切削力的順 切削力的時候是往上抽的時候 就是往下它基本上是比較沒有切削力 所以它是幫助你在 確定跟管方向之後 然後 讓你可以進到跟管的一定長度之後 再往回抽 那我現在用2號下去 好像還是有一點 沒有辦法進到跟管 所以待會我可能就會 考慮用1號去做嘗試 然後 然後 欸 對 你們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要有那個 水 就是你們拿著那個針筒 可以 噴水 就是插進去噴 對 需要嗎 可能示範一下 比較好 對 我沒有 我的 再給你 欸 你們那 你們有拿針 欸 這個的拆法是 那個我看是單手 通常安全的這一面它會設計成 這邊可以開 隨時開 對 OK 然後 你們沒有拿針頭對不對 有 有搭到這個 這是 特別細的 還是它 標配就長這樣 只有這樣子 對 我難道說就是這樣 因為 臨床上 的話 根管會用比較細的針筒 這個其實比較粗 嗯 對 然後我們會 把它彎一下 比較好操作 對 那我就先用 這個有點 算 然後其實我們 每磨到牙齒會有 從 Lowspeed開始 它不會噴水 所以它 你在磨的時候它都會累積一些 瓷子在根管裡面 每操作完一次 就要沖洗一次 對 不然它的 牙齒的屑屑 累積的越來越多 它會卡住你的根管 然後 現在可能要用 小一套的 現在是可以進去比較深 然後 我想要把上面擴開 可以盡量成這個大小 所以我就是 欸 往四面八方這樣抽 就是 下去卡住 然後出來時候 是 往這個方向拉 這個方向拉 這個方向拉 跟這個方向拉 然後 它上面可以越來越 大這樣 然後盡量讓我們的那個開口 跟我們做下去的 XS Cavity 是順的 所以我就是這樣貼著 牙齒 磨下去的管壁 這樣子 抽出來 好 然後 然後 現在 停止我的步驟之後 就要 再沖一次水 因為 你看 沖出來的水 其實它 不知道相機 可能拍不太出來 會有點白白的 所以 就是 剛剛磨掉了 謝謝 然後 把 跟管裡面的 水稍微噴乾 可以讓視野更好 那其實現在可以看到 黑色的點點有變大了 然後變大的話 其實會發現 File更好放 剛剛我還要用轉的才放 現在 我直接這樣放它 其實就可以放到很深 然後 它放到一個地方 如果它還是卡住的話 再用 WATCH WIDING的手勢 去轉 漂白水嗎 先不用 對 那這邊是 清水嗎 清水 然後 因為這個是比較蓋的根管 所以它下去的時候 可以發現它 File進去的方向 沒有很直 它是有點側的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 動作叫做 precurve 會把 File 就是稍微的 拉 成我們下去的角度 要順著那個牙根 那這樣大概就會有一點 彎曲的感覺 然後這樣下去的時候 會比較安全 因為如果說 我們直直的下去 它這個牙齒有可能 因為它沒有彎這個角度 它就會比較 這個方向 那我們硬是往這裡搓 它就會 從旁邊搓出來 對 但它的牙根應該是在 比較靠 根尖的位置 所以 做點弧度 叫precurve的話 會比較安全 然後 像其實這個門牙 它 剛剛量起來 這個長度 是 超過我們這個 這是21場的File 對 使用權就是 像 這樣子檢查 那基本上 這21場的File 它的 最尖端 就會在21 對 對 剛剛那個 簡報裡面的那張圖說 工作長度16 這個可能是 是 比較古早的資料了 對 那其實基本上 可能每家廠商在做 螺文的時候 多少還是會有差異 所以 不一定 用16mm去檢查 對 因為像這個螺文就是 有做滿整隻File 所以 大家可能還是去記說 File的長度是有 21場 25場 跟31場 那基本上 如果你拿的這個總長度 就是 要把這個 STOPPER 推到前面去看 他是從 最 最底的這邊去量 如果不是21 25 或31 是一些 奇怪的數字的話 那就代表這個File 可能是有斷掉過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OK 然後 基本上 這支File有點太 短了 所以他 出來了 就是 這裡 基本上 因為我們臨床上 不可能把這個File 戳出來看 看到有出來才去說 我到了 所以 臨床上會用一個東西叫 Andometer 他是拿來 測量說我們 File的尖端 是不是碰到 亞洲組織了 那 基本上 在實驗課我們就是 用肉眼看 然後 加上你的 S光 如果你一直 試不出來的話 有可能 他是卡住了 那卡住的時候 你也可以 比方說我在這個地方卡住 我一直找不到 那這個時候不要硬 硬搓 就是不要去做 用力的動作 你所有下去跟管的手 是 做 挖群挖頂 然後挖群挖頂的時候 他是 輕輕的 往 Apico 推 那一直推 推 推到說 像剛剛這樣 露出來 像這邊 不過相機可難拍 因為 10號File的那個 尖端太細了 對 他這個露出來的部分 就是他已經超出 Apex了 那基本上 我們做的範圍 是在Apex內 剛剛那個 簡報漏獎 待會要做這個步驟前 我再幫大家 補充一下 待會大家要先做 XSKVT的部分 那基本上 我們 希望我們的 File最尖端 IF的那一張 最尖端 是要在 我們 牙根間的構造 叫 Constriction 也就是牙根管裡面 最 細的那個位置 那通常會在 X光看到的這個 跟間 往後 0.5mm的範圍內 對 所以 大概就是這樣 待會 IF的話 就是 插著 照一張 這樣子 那 大家 待會 先開始做 SS Cavity的部分 OK 好 好 好 這個 中間有沒有 問題 現在有問題想問的 然後 待會 我會再修一下 因為它這個 它這個 開口的部分 它也不是跟 我們開的洞 很順 所以我待會 會再修一下 等一下 大家可以先 試著找出 Orifice OK 好 轉幾度 OK OK